中国这次拦腰打穿喜马拉雅山脉 复兴号高铁直接驶出青藏高原 最高时速达到300公里 此消息发布之后 美国民众接连表示 中国这是在吹牛 根本就不可能 当BBC记者前往现场体验后彻底傻眼了 那中国这次究竟是如何让复兴号驶出青藏高原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联机并联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青藏铁路是我国著名的高原线路之一 修建室的高难度 坦证世界之最 复兴号现在正是在青藏铁路的 西宁道格尔木段投入运行 标志青藏铁路开始进入动车时代 运行速度也将会以高铁的效率前行 这是值得庆祝的习讯 也让国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七月一月 青藏铁路首发的列车4891动车 已经正式发车 这是复兴号同车组 首次在青藏铁路的运行 进入动车时代的青藏铁路 全面提速将会为总里程的运营 节约一定的时间 让运送旅客的效率得到提高 国内外官方媒体经过现场的报道 见证了青藏铁路上的动车组 在全长829公里的铁路线路上运行奔驰 每小时的最高速度达到了300公里 这个速度虽然比高铁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要知道这可是在高原区域 很多路段高低起伏落差非常大 运行时的难度也是很大 中国的动车组能在高原海拔平均 都在3000米的位置运行 这样的特殊地貌 也有着特殊的气候和温度的考验 春秋风沙弥漫 大风天气很多 夏季劣雨暴晒 冬季阳寒天气颇多 最低能达到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 这些多变的环境 对铁路轨道的要求也一样苛刻 如何能保证无缝稳定 如何能保证不变形支持列车高速行驶 都是需要高科技技术支持 同时这样的自然环境 对列车的车况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比如动车的外壳需要特殊钢材建造 能比喻复杀清洗和劣雨严寒 稳定不变形 还能隔热保温 让车厢里的温度始终稳定 在高原区域海拔几千米的位置分值 对车辆的动力系统提出的严苛考验也很明显 列车常年运行在这样的区域 保证高效和安全稳定运行 也是创造了世界都罕见的奇迹 高原地区的空气稀薄 氧气也缺乏 青藏铁路上的列车是不能开窗的 列车上的内循环系统 是会在特定区域内补充氧气 以公旅客们得到空气充足的呼吸环境 复兴号通往青藏高原后 美国民众表示中国这是在吹牛 BBC记者为了验证真实性 亲身乘坐体验了 这列复兴号的运行效率和乘坐体验 这趟动车组总共运力 为能搭乘坐数为676名旅客 因为这个线路的火车进入了动车时代 让乘坐火车的人们也是喜笑颜开 一场开心 缩短行程之后 总路上能缩短到五个半小时就能到达终点站 要知道最初开通着的线路时 需要最多九个小时才能到达 现在动车组开通后 人们出行的时间也得到缩短 时间比原来省了一半的时间 这一位置原来单程的时间 现在都能接近一个往缓的时间 这让乘客们都非常高兴 动车组的车辆乘坐环境非常干净准解 乘坐的体验非常舒适 车内的各种设施都非常气味 车厢明亮 卫生等极高 空气也很清新 专门为高人运行设计的很多细节 也体现出人民铁路为人民的用心和服务意识 青藏铁路的不同路段 建造的时间都有不同 这段从西宁到格尔木路段的范围 最早是从20世纪的80年代通车的 现在一晃已经通车了40年 将近半个实际的时间了 铁路建造和列车生产的技术 一直都在不断提升和发展 为沿线的城市居民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出行选择 也让几十万人民提升生活质量 和增加了工作和教育的机会 现在复兴号能直接让西宁 格尔木和德令哈三城意味动车组 形成一个高效的互动城市经济圈 为我国高原区域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 而提升发展效率 在高原路段行驶的动车 和在内陆的平原区域运行是有着很多不同 调度中心和动车司机都要对运行在高原铁路的列车 格外用心和细心 对于仪表的每一个显示参数 每一个运行的指令 都严格执行标准的操控 现在这趟试车的运行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青藏铁路将会投入动车组正式运行 未来我国的高原区域的经济 人才交流 决门出行 音送物资和战略用途等 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动车和高铁的高速发展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 也起到助力的效果 未来我国的高原列车会畅通无阻的运行 为地方发展和国家腾飞 做出更多的贡献 青藏铁路修建在被称为天幕的青藏高原 是我国工业和铁路进步的重要业绩 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强大的见证 未来我国还将会为不同路段的铁路列车提速 这也是国家的惠民工程的硕工 更是国家经济繁荣 综合发展实力提升的体现 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运营 2021年西藏首条电计划铁路拉临铁路开通运营 2023年复兴好动车组开上世界武警 这神奇天路越来越看 更越来越稳 越来越稳 中国的铁路发展绝不会放弃每一片土地 始终保有热忱的姿态 与各地旅客敞开环放 青海 西藏地区拥有得天独后的旅游资源 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前 受制于地广人心 交通不够便利等因素 近藏有旅客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经历自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以来 就极大程度地促进了西藏旅游业的发展 如今世界无几的天步上迎来了复兴号 西宁 格尔木两地群众巧手一叹 青藏铁路也迈入了动车时代 这将密切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时空联系 拉动了青藏带的经济发展 西藏有着国内最为丰富的旅游资源 降低运输时间利于西藏地区发挥资源优胜 促进旅游事业腾废 进而提升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区的民族交流互助关系 复兴号开进青藏铁路将游离 推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 青藏铁路穿越了各个西里 三江园 强港等国家籍自然保护区 沿线有卫游的雪山 宽阔的护场 神秘的火候 对不少内地游客来说 西藏是心中永远的适合远方 复兴号的进军让广大旅客能够以更快的速度 更舒适的乘坐体验去感受青海 西藏壮美的自然风光 旅客可以乘坐复兴号列车快速便捷地抵达西藏 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 同时 复兴号列车还可以作为旅游推广的重量媒介 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西藏旅游 从而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 高铁旅游的东风势必会催生出当地旅游业发展全新的机遇 复兴号在青藏铁路上的应用 将有助于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民族团结 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如何 游客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和体验各地区的民族文化 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它是一条团结线 它打破地理隔阂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飞植在选于高人上的复兴号 带领沿线军民 高歌迈进新时代 让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它展示了中国高铁技术的创新能力和领先水平 展现中国铁路事业的创新成果和综合实力 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复兴号在青藏铁路上的成功运行 将进一步提升中国铁路事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力 为推动全球铁路事业的发展和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复兴号开进青藏铁路是科技创新 公关客难的真实写照 无论是平地兼职如风 还是在高人上攀偏梯 科技创新在铁路上大展身手 创造了一个优一个奇迹 此次上线运营的48200J复兴号动车组 全车共9节车厢 可容纳600多名旅客 是针对青藏铁路西隔断沿线高海拔 低气温等环境设计的动力集中动车组 具有防则外线、防风沙等性能 能够满足3500米海拔等级的运行需求 实现多项技术填补了行业空白 复兴号驶入青藏铁路 这也意味着中国动车技术性能稳定 不畏惧高寒高海拔气候 汇集民胜 可在同纬度的相同的恶劣环境中高效运行 为中国高铁动车技术的海外推广 做有力注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